在國外呢 小朋友很喜歡問家長 爸爸 那時候去哪裡呢 那麼有些父親就跟孩子說 人死了以後會經過一個長長的隧道 那出了隧道以後呢 孩子又追問 爸爸說 那就看他生前的造作喔 他做很多好事就是一片光明到好的地方去 如果他常常做惡做壞事呢 他會到黑暗的地方去受苦受暗 但是另一個爸爸他倒不是這樣說 他說 人生就是階段性的 就像這隻毛毛蟲 我在美國參加死亡跟輔導會議裡面買的一個教具 叫毛毛蟲 他說人生是階段性的 叫毛毛蟲像蛹蝴蝶 他沒有消除 他只是對變轉換成一個蛹蝴蝶 所以你看這個毛毛蟲 他可以打開著 就是一隻美麗的蝴蝶 一隻美麗的蝴蝶 我還喜歡這個教具 我有一次在某個高中去講演 講完以後大概三四個月 我接了一封很棒的信 親愛的季老師 謝謝你來講演 那時候我們為了學測 高三的學生 哎呀真的毛的真是像一個蟲一樣 又焦慮 又吃不好睡不好 又怕考不好學校 可是我看到你那個毛毛蟲變成蝴蝶的時候 我知道我這一切的辛苦都有意義了 我現在是毛毛蟲 有一天我會飛到大學裡面 變成一隻美麗的蝴蝶 我已經飛到清華大學了 我真的很高興 這孩子很有目性 他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 肯定另外一件事情 那這個是手套 所以美國很多蝴蝶的一種教具 我是一隻墨西哥蝶 我是從毛毛蟲變來的 你不要看我這麼美 我會經過辛苦的時候 經過難看的時候 我都突破了 那這也是手套 也是孩子可以跟大人互相互動 理系互動 兩次不同的蝴蝶來自不同的地方 他們互相聊天 互相稱讚 互相學習 那麼蝴蝶對花水的傳播有很大的幫助 你看這本書 這就是蝴蝶 這就是蝴蝶 這是蝴蝶可以嗎 這是蝴蝶可以嗎 這是蝴蝶 在這 這是蝴蝶 蝴蝶 好 所以這本書裡面可以告訴我們 怎麼跟孩子談死亡 學習共通技巧很好 那麼 我也舉個例子 我在上課的時候 學生說 老師 今天早上十分鐘好不好 我們來講一下張華榮的事情 老師 張華榮到底去哪裡 在香港野心張華榮跳樓的那一年 他說張華榮在殯儀館 老師我們知道 那張華榮靈魂到哪裡去呢 你怎麼回答 我說那你們說呢 老師 張華榮到好的地方去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做菜真是壞事 他到好的地方去 老師我反對 張華榮到不好的地方去 因為他自殺做了不好的示範 另外一位孩子說 老師張華榮在我心裡 他一個孩子說老師 張華榮在四處遊蕩 有時候就嚇一跳 老師張華榮在原地徘徊 同時也嚇一跳 老師 人家說自殺人會在原地 一直重複做一件事情 沒有老師 張華榮你了白了 也說一說 我反對 你沒有學物質不媚定力 能量不媚定力嗎 人使得他的能量是還在 他是為作用轉換 不是消失 老師 老師 張華榮死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18年後又是一場好漢 那有時候又說 那如果18年後是一家好豬怎麼辦呢 他們就這樣 七零八人一直在討論 所以我覺得他們發表一件事 很好事情 結果他們也不耐煩 老師 張華榮究竟在哪裡 我說你們說的都對 但是呢 他究竟會去哪裡 在你這個範圍裡面 他會去哪裡 他也根據他的業力 跟他的造作是有關係的 他的自願跟他的造作 有關係 真的嗎 我說對 我說請問 你們 你們要去哪裡 認識要去哪裡 你自己可以決定 老師 為什麼我們可以自己決定 他說請問 你們今天到大學來 是根據什麼樣的情況來的呢 老師 跟著我們的學策 還有我們的志願 我說對了 你的學策成績高低有關係 你的志願也有關係 你的分數可以進台大 但是你選擇香港大學 因為他的獎學金很高 那你的這個志願到了 你的分數還要支持你 所以這就是我跟討論的時候 去出的一個方法之一 那我想有很多方法可以跟台去介紹 當然你有宗教信仰也是很幸福的 所以你可以根據宗教信仰來跟他採 那麼一般沒有宗教信仰的話 我想根據他的造作 好壞可以做的決定 這就是我們跟孩子們 講的時候去哪裡的方法之一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麼還有兩本書也很不錯 繪本 爺爺有沒有穿西裝 還有一本是爺爺的天堂筆記本 這個是日本人寫的 這本書 三天賣十萬稱 在日本爺爺 在天堂的筆記本 這都是很好來溝通 生死問題的一些書籍 所以我們會主事的跟大家介紹 很有意思的繪本 謝謝各位 各位好朋友 我們的孩子常常會問一些問題 但我們很難以招架也很難以答覆 但是我們要很慎重的 很有智慧的來答覆 那麼這邊會不會去告訴我們 怎麼答覆孩子問到死亡的問題 你看他的標題 也許死亡就像變成一隻蝴蝶 那麼他們說 生命是一個階段性的 就像蠻貓蟲變成蝴蝶 那麼這本書告訴我們很多很多的溝通藝術 溝通技巧 譬如說他開始他就問說 爺爺我會死嗎 爺爺說什麼 爺爺說那你說呢 他們其實說會跟不會 就說那你說呢 他說我想我會死吧 然後他又問 爺爺 爺爺 我什麼時候會死啊 如果是你怎麼回答 各位好朋友 爺爺回答說 你問這個做什麼 他說 如果我知道我什麼時候會死 那我在死前我要全家去海邊玩啊 我要養一隻小狗啊 爺爺說 你不用知道什麼時候死 你也可以做這些事情嘛 對齁 這就把這個問題就除你解決了 那他又問說爺爺 人死後會怎麼樣 爺爺說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沒有死過 等我死以後我告訴你好不好 這是爺爺的回答技巧 說不可能啊爺爺 你不可能再來告訴我的 那爺爺又怎麼辦呢 這邊又問說爺爺 人死後會去哪裡 爺爺你會害怕嗎 爺爺都很有技巧的 很實際的 很有智慧的回答 所以這本書呢 是非常非常棒的一本會本 那麼 尤其他這一頁 這一頁 是開始給爺爺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爺爺 我最近又在想了 也許死掉就像變成一隻蝴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蝴蝶出現的時候 毛毛蟲就不見了 毛毛蟲死掉了 可是又不算是死掉 因為它變成了蝴蝶 所以也許死亡就像變成一隻蝴蝶 你會變成別的東西 是你目前還想不到的東西 變成美麗的東西 以後見囉 爺爺 克里斯青